今天教大家煎一個便宜靚正的 切得碟豆腐 材料包括雞蛋兩隻 糖又不用的 香蔥切粒 薑片和適量生粉 當然還有豆腐呢 這道菜最終煮得好不好吃 最緊要一個字 薄切 好烤功功呀 好似這樣 每塊最多0.95cm 就一刀切下去 就是要這麼薄 就不會影響口感和賣相了 切豆腐都要這麼講究 切剩強積金收費 當然也很重要 預切投資DIS 收費切常限 每年的管理費及經常性開支 不可以高於基金每年淨資產值的0.95% 平貨市面上 絕大部分強積金混合資產基金的收費 當基金收費下降 而其他因素維持不變 基金的淨投資回報自然會有改善 這樣就好像豆腐一樣切薄些 就又好看又好吃 最後將豆腐撲上生粉 再沾點蛋液 放入燒軟後加油的平底鍋裏面 用中火將會煎到金黃色就吃得了 每塊不超過0.95cm的 切得到豆腐大功告成 Yummy by bwd6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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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